你他妈出来扎到你懂不懂回去 老子在这经营这么多年 你来的想吃肉 我要是不答应呢 什么 啊 众所周知 在上个世纪 司机是一个高危行业 那你知道 比司机更高危的行业是什么吗 那肯定是乘客 毫不夸张的说 这就是斗智斗勇 倘若你不穿得破破烂烂 倘若你不把财务藏好 那你大概率 会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 2000年4月14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 307国道上 一辆长途客车正在急驰 美丽的售票员站起身 从前往后挨个检票 正在此时 司机通过后视镜留意到车后 不远不近跟着一辆出租车 他联想到了可能是有乘客要搭车 没有联想到这是劫匪的接应 突然 车厢那一片大乱 当售票员小姐姐走到一个长毛身边时 长毛抽出了腰间的匕首 他挟持了小姐姐 口中还大喊道 都不要动 与此同时 车厢前部 后部又出现了两个男人 前部的人控制司机 后部的人开始搜刮乘客身上的钱财 很明显几人是有备而来 是惯犯 几分钟后 几人心满意足 喷满钵满 该说不说 三人还挺讲究 还知道前上后下 三人上了接应的出租车 扬长而去 几分钟后 是公安局 公交分局接到报案 警局内 面对警方的询问 众多被害人开始回忆案发经过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最后 他们都提到了印象深刻的 操着东北口音 脸上有倒疤的大黑胖子 隔天 依据劫匪相貌特征 以及借应劫匪的红色出租车 警方展开了走访调查 调查无果的 咱们一笔带过 这一天 警方来到了本市某出租车公司 警方在屋内问话 屋外 一个叫刘三的司机 回来交班了 老板让其进屋 配合警方的调查 刘三闻讯 本来就黑的脸 这一下更黑了 他不合时宜的 拿出了毛巾 开始擦拭车辆 老板见状 再次催促其进屋 屋内的警员听见了 这就是典型的老鼠 见到猫 警员刚刚走出门 刘三便拔腿就跑 你跑我追 你擦拭南飞 刘三落网 你敢跑车没干我 我什么没干我 跑什么去 走 警局内 面对警方的询问 刘三回忆起了案发经过 上个礼拜 他刚刚走到荷兰饭店附近 四个看着就不像好人的人 上了他的车 有过开出租经验的朋友 应该知道 这种乘客最好是不要拉 刘三本想拒载 怎料几人炮火全开 对不起 我这车啊 直拉市里的活 您再换一个吧 道远还挣钱多呢 怕我们给不起啊 嘿 破于无奈 他发动了车辆 按照几人的要求 他将车停在了307国道上 在路边 他提出连钱带车 都给几人的想法 几人是不屑一顾 坐在副驾的小个子 顺势掏出了手枪 严谨一呆 老实听话 饶你不辞 正在此时 一辆大客车 从几人面前一闪而过 后座的大黑胖子见状 当即让其发动车辆 跟在大客车车后 不多时 大客车来到了一个车站 后座的三人下了车 上了大客车 副驾的小个子 则拿枪一直顶着的 让其继续尾随在大客车车后 半个小时后 后座的三人 从大客车上下来了 此时 他们的手上 多了一些胯包 手机 手势之类的 不用想 肯定是抢的 之后 按照几人的要求 他将车停在了高城附近 临走之际 几人记下了他的车牌 并扬言道 出事就把你带走 刘三被吓得够像 自然就不敢报警了 后 经查 警方证实了刘三此言非须 在其提到的案犯下车地高城 警方派出大量警力进行侦查 与此同时 307国道上 一波未平 一波又急 5月5号 6月10号 又接连发生了两起 犯案手法如出一辙的抢劫案 通过被害人口述 警方再次听到了东北口音 刀把脸 大黑胖子的描述 定案了 群众的内心是惶恐的 警方破案的决心是迫切的 结合三起案件的共性 警方调整了侦查方向 第一 围绕307国道 设下明卡案上 守住戴兔 第二 派出侦查小组 满城寻找刀疤脸 主动出击 一个多月后 检验成效的时候来了 有收获吗 有 有间接收获 在307国道设卡的一个多月里 警方查获了多起盗窃案 偷撤案 另外 还有一起贩毒案 就是这起贩毒案中的毒贩肖二 给警方提供了重要情报 据肖二所说 他知道抢劫案的始作俑者是谁 他有联系方式 一个多月前 三个操着东北口音的男人 找他买大力 为首的是一个黑胖子 脸上有道疤 肖二用开玩笑的口吻 问几人是做什么生意的 一旁的小个子说道 他是吃到赏饭的 这是江湖黑话 意思就不是干好事的 半个月前 几人又来了 不过这一次 他们的钱没有代购 黑胖子就用一条金项链底账 肖二留意道 金项链是从中间断开的 联想到最近的抢劫案 他已了然于心 之后 为了证实肖二此言非虚 警方先从他家 找到了该条金项链 随后 又请众多被害人前来警局辨认 在一个美丽少妇的口中 警方得到了确切的答案 为了给自己 争取戴罪立功的机会 肖二向警方提到了 几人购买大力的时间间隔 据他推断 就在这几天 几人肯定会给他打电话 购买大力的 丝毫不错 次日傍晚 电话响了 一小时以后 钢厂后卫胡同交货 钢厂胡同 肖二在明 警方在暗 只等四人出现 一网打尽 不知过了多久 肖二的肩膀被人从背后拍了一下 来者是长矛 肖二有些不知所措 他问长矛其他人呢 长矛答道 就我和老五来了 另外两个人没来 言罢 他便迫不及待的 让肖二将大力拿出来 肖二支支吾吾的说道 要不等人起了吧 一瞬间 长矛含毛着述 这种感觉他太熟悉了 躲在暗处的警察察觉到了异常 眼见情况不对 他们果断出击 长矛落网了 别动 你们到处里看看 搜索搜索 有没有老五 长矛放声大喊 声音传到了 刚从小麦不出来的老屋里 老五跑了 警局内面对警方的审讯 长矛还挺坦诚 他说他叫任勇 石家庄本地人 抢劫一事 就是他们干的 警方追问起 是否知道 其他几人的藏身地点 长矛摇摇头 他解释道 因为每次抢劫的人 都是不固定的 还都是老五单独联系的 他不可能知道 警方没有追问 转问两人的相识 长矛点起了烟 回忆起了从前 那一回他还是杂货店的帮工 老五过来买烟 买一条三五 大哥 这买那个 我头一次看见你这买烟 那你这什么事真的 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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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我就在马路对边 住 有空着玩去 慢走大哥 就这样 两人相识了 有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别人是志同道合 他们是臭味相投 几天后 见时机成熟 老五在饭桌上 拿出了大力 他当着长矛的面 给自己来了一针 一瞬间 你能从老五的脸上 读到飘飘欲鲜 读到骨软金苏 带着猎奇的心理 长矛也给自己来了一针 就是这一针 将他打进了监狱里 不出意外的 他上演了 没钱了 老五提出抢劫 他干了 也落网了 在此之后 警方又对长矛 展开了几天 几夜不间断的审讯 长矛如实地 交代了犯案中的 诸多细节 但对于老五 他说 他只知道老五是 黑龙江一春人 次日 专案组赶赴一春 寻找蛛丝马迹 与此同时 侥幸逃脱警方 围捕的老五 此刻 正和小个子 躺在浴室的休息大厅里 不要问我 为什么知道 这是浴室的休息大厅 我是听我朋友说的 小个子翻来覆去 就是这么一句话 勇子进去了 肯定会把我们卖了 我们跑吧 老五笑了 是讥笑 隔天 他便开始计划 下次抢劫的事宜 由于任勇地落网 他们人手不够了 小个子健壮 提到了朋友胖子 言简意呆 是个狠人 还会耍枪 当晚 一处荒废的烂尾楼里 胖子来了 没有丝毫地拖泥带水 他先让老五 看了看自己的金量 这一枪打碎了酒瓶 也打进了老五的心里 从胖子的眼神里 老五读到了一丝狠意 他询问老五 在此之前有啥战绩 胖子淡淡地说道 我从厨房里摸了把刀 把他们一夹全做 那刀本来就顿 捅了十几刀以后 雪把刀给泡软了 他妈愣捅不进去了 后来我又找了把镰刀 头上又砍了几刀 行啊兄弟 有胆色 以后咱弟兄一块发财吧 隔天 距离307国道不远的 107国道上 再发言 这是好消息 对 你没有听错 是好消息 也为在被抢的车上 其中一名被害人 认出了四名劫匪中 有一个是他们村的刘老三 当晚 刘家 警方破门而入 一男子在其家中 被警方快速控制 起初 警方以为他就是刘老三 但听男子说 他叫刘老四 是刘老三的弟弟 原来是抓错人了 面对警方的询问 刘老四说他并不知道 刘老三在什么地方 但 他知道刘老三的电话 言罢 警方将电话递上 好弟弟 抢夺家产的时候到了 大义灭亲的时候到了 喂 三哥吗 老四 是我 什么事 咱妈病了 你回来看看吧 这次怕是不行了 想见你最后一面 隔天 刘老三出现 刘老三落网 警局内 警方还没怎么审 刘老三便供出了 另外几名同伙的下落 言罢 他也问警方要过电话 你让弟兄们把货带上 明天中午十一点 还阳饭庄见 此日 同伙出现 同伙落网 不知是喜是忧 后 经审讯 警方发现这不是刀疤脸一伙 只是一伙模仿者罢了 再观真正的始作俑者 此刻他正坐在大巴车上 大巴车行驶在307国道上 没错 他们又要行凶了 还不是一级 当天 他们连犯两起 嚣张 嚣张至极 另一边 警局内 之前落网的107国道抢劫案 罪犯之一 向警方反映了一个重要情报 他说 他听一个叫小和尚的人 说过他们 警方追问其小和尚身处何地 男人不好意思地说道 逼我先行一步 应该被你们关进去了 这叫啥 这就叫同行室冤家 不日 石家庄某监狱 警方找到了外号较小和尚的唐文贵 面对警方的询问 小和尚提到了他与老五的结识 准确地说是结仇 他杀了他老大 98年 老五不顾江湖道 已来到307国道掏皮子 就是掏钱家 那会的307国道 道上的人 都知道这是国权的地盘 国权本想收拾他一顿 但念及老乡又有人从中撮合 便打算先礼后兵 之后 国权给老五提出了两个选择 要不跟他干 要不滚蛋 老五有备而来 他左手捂着伤口 右手抽出了短刀 短刀结结实实地扎进了国权的胸口 国权负伤了 在其住院期间 老五来了 带着短刀来了 307国道遗嘱了 另一边 黑龙江一春 经过一个多月的不懈努力 警方终于在户籍档案和基案材料中 找到了老五的档案 李希亮 1998年 伤人在逃 与此同时 监狱里 小和尚回忆起了一个细节 他主动找到警方 并将这一情况上报 几个月前 其表弟小六子曾来看过的 小六子是做买卖手机生意的 据小六子说 每隔十天半个月 老五便会来他这里卖手机 带着这一情报 警方找到了小六子 证实了小和尚此言非虚 明白什么意思吧 说脏没什么怎么回事啊 本身你也是犯罪 现在把事给你点透了 希望你能配合公安机关 行 之后 围绕手机店 警方安排了警力 24小时 秘密监视手机店的一举一动 一个星期后 六子出去进货 当车辆路过中山路时 他无意间 看到了正在逛街的胖子等人 他瞪大了眼睛 确认无误后 他立刻将这一情报上报给了警方 警方闻讯 立刻驱车赶往现场 终于 在博物院门口 几人步入了警方的视线 警方并没有立刻展开抓捕 因为老五不在其中 他们要顺藤摸瓜 几分钟后 在博物馆一旁的小匠里 老五出现了 老五也察觉了 晚了 已经晚了 警方的包围圈已经形成 樊琴拿刺后 历时八个月 307国道抢劫案成功告破